郑南榮26周年追思纪念活动在兼人校午举行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都出席致辞 不过两人虽然同台出席互动却不多 也引起媒体关注 起表默哀不乏一语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与台北市长柯文哲同台出席 向医生为台湾民主奉献的郑南榮致上最高敬意 虽然天气湿冷下着大雨 蔡英文与柯文哲还是先后准时来到现场 两人互动受到外界关注 不过除了一开始蔡英文到场 柯文哲起身致意外 两人即便被主办单位安排坐在一起 却似乎没有什么话好说 虽然两人几乎零互动 不过研究稿中 对于台湾得来不一的言论自由 却有类似的看法 可必决定明年要举办学术研讨会 今年正南榮 但英文则将续推4月7号为言论自由日 下电视胡宗汉 胡宗汉 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年